那我们继续来延伸我们之前的说明 之前是说我们这些元件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快速的参考 当然啦我们这边除了这个元件参考以外还有其他很多功能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做一些甚至可以做翻译 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已经把这个说明书做得非常有条理 可以看到一个robot包含这些元件我们打这个黑色星星的1234 这些元件都会表示的非常清楚 预读起来非常轻松 把回应 跟着control 特别可以看到 configure to receive the position sensor signal and to control the mot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sition sensor signal 这个部分我们都做一些很调理的 这属于一种对账的关系 那这个呢 computative mechanically couple the first arm segment and the second arm segment 就是两个我们都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机器 就是我们这个阅读这个东西的话 会原本我们原本的可以是这样 增加了非常多的速度 非常的理想 阅读速度呢可以从一般阅读量 可以缩短程大约下20分钟 非常有效的 这是有关我们的这个 刚刚讲的翻译 我们可以把这个文章组快速翻译 好我们做一个分析重来翻译 好开始进行翻译 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翻译内容 非常准确 robot 包含BGP 电机 好 一直为第二属笔段相对于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同时做很好的翻译内容 以上是做一些介绍 谢谢